大家好,我是方英强,今日就是六四 本来为去年一期节目加了字幕,就算了,交差了 但后来Kent在总PF时间里问了个问题 为何香港人会对六四念念不忘? 我想想这问题或者我可以回答一下 89年6月4日和之前的5月28日 这两个星期日 香港曾出现过两次近百万级的游行 当时的数据仍有个谱 看过当时的情况 还要明白这几年的百万人游行的水分有多离谱 当年两次游行我们也参与 都做了环颜 而且做了一个抖刹队 带头叫口号 还在报章自己的专栏中写过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期望 几年前还翻过出来 虽然看起来有些幼稚 很兴肯内容里还算理智和建设性 但为何六四会令香港人牵挂呢? 因为在这两个月中 香港人在情感上的投入是非常巨大 可以说是同喜同悲 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香港成为提供这次 运动过程中的物资和精神支援的话 恐怕事件早在五月初就会结束 这亦令到六四的结束 对香港人来说 就好像手术做了一半 但病人突然起床 又走了老 留下一床血迹 不知所措 可以想像这个情况对香港人的震撼有多大 或者亦可说是香港人的不幸 我自己在二千年左右对事情完全改观 当时已经有西湾牙电视台的影片 都知道广场内没有上网 但更明确的是 因为认识了一个在北京做武警的朋友 因为在第一手资料 说明当年那几天在天安门广场西面目衰地的情况 也看了现在流传得很广的暴乱和军兵遇害的影片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 再加上这些影片 如果再有怀疑的话 都可能只是因为有色眼镜戴得太久 不愿意接受事实 八九六四的真实情况 当年中国政府很坦率地说了 也总结了 即是大家不愿意相信是事实 不愿意接受解放军才是当时最大的受害者 这个也是星期三 当写到中国想要改变国际传媒对中国的态度的时候 心里面就特别感慨 虽然中国政府很努力当年也说了真话 但相信的人有多少 好像今时今日美国对中国的抹黑又有多少人明白呢? 刚刚拜登又将五十九间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 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打压、破坏市场秩序和投资自由 这些情况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算布林肯一天到晚说美国是自由联盟也好 其实有多少人会真的相信呢? 我相信也很少 不过美国有领导者的优势 就算没有多少人会说美国的好话也好 只要有更多人相信中国是专制的 那就足够了 就算对于新疆的情况半信半疑也好 甚至认为不是太可能也不要緊 总之比美国坏就可以了 这就是美国政府和欧美传媒的逻辑 正如说过国际关系是黑社会秩序 也就是说没什么好人 只是看谁看上来更加坏 这才是现实社会最大的不幸 我是霍永强 谢谢大家收听 声电视快评